他是一代天骄,是征服欧亚大陆的英雄,他也是杀戮机器,是残暴的统治者。 他完美诠释了杀一人为偶,杀万人为雄这句话,他就是贝尔纸巾铁木针,后人尊称他为成吉思汗。 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中,成吉思汗是唯一一位被全世界人民公认为拥有最大疆域的统治者。 他不仅是蒙古人心目中最为强大的勇士,更是凭借蒙古铁骑横扫中亚,一路势如破竹。 真正的踏着血流成河的征途,进军欧洲。 然而,在这段征途中,伴随着无尽的杀戮,也暴露了他的疯狂与残暴。 今天,我们将通过他推行的一项政策,窥见这位天之骄子的另一面。 今天的焦点围绕成吉思汗臭名昭著的屠城政策。 作为草原的统治者,成吉思汗在战火与血雨的历练中逐渐崛起。 他对于征服中原的雄心壮志在此过程中不断膨胀。 为了简化占领城池后的管理难题,成吉思汗每攻陷一城都会进行大规模的屠路,满城中的人几乎死绝。 然而,在屠城的暴行中,他总是会刻意保留三种人,这并非出于怜悯。 反而更深刻地体现了他的野心与残暴。 第一种,不杀妇虏。 对于那些身高尚不及车人的幼童,他们通常会网开一命。 这些孩子的年龄大约在五岁左右,成吉思汗认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过去的记忆尚解,因此容易接受新的教育和影响。 蒙古族人口并不众多,若在每次征服新地后都留下人手助手,将不利于实现成吉思汗红莱的愿景和暴富。 因此,保留当地儿童的存在实际上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。 这些孩子年纪尚有,不会怀有复仇心理,同时他们正处于知识吸收的黄金时期。 通过蒙古式的教育和培养,这些孩童未来可能会成为蒙古族的有力支持者。 捕杀女子的原因,通过将女性作为奖赏,以表彰在战场上立下功勋的勇士,或在士兵需要时分配女性给他们。 这种方式不仅能够稳定军心,抚慰战士,还能协助他们处理后勤事务,有洗衣,烹饪以及照顾日常生活。 从这点可以看出,在成吉思汗看来,女性的地位极为卑微,缺乏基本人权。 在她眼中,女性似乎仅能依附于男性而存在,其价值仅限于此。 第二种,能功巧匠,尽管在那个时代工匠的社会地位可能并不显赫,但他们无以掌握着真正的技术专长。 对于成吉思汗而言,这类人才是极其珍贵。 对于那些一马被为家的游牧民族来说,这些既精湛的工匠,正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宝贵资源。 不同领域的工匠能够为他们带来不同的利益和价值,一些工匠能够制作出更加舒适的马鞍和衣物, 而另一些则能制造出更高效的生产工具,从而提升他们的生产力。 还有一些工匠制作的先进兵器,能够使他们在战斗中事半功倍,同时减少将士的伤亡。 每当成吉思汗征服一处新的领地,他都会吸纳这些工匠,并以金银财宝、地位等丰厚的条件,让他们为自己效力。 然而,一旦战争结束,他却会将这些工匠活埋。 成吉思汗不杀逃亡者,并非出于仁慈,而是基于心理战术的深思熟虑,其效益源自心理层面。 在我们眼中,那些抛弃家园和亲人,选择逃跑的人似乎是懦弱且不可信赖的。 然而,成吉思汗却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懦弱,逃跑和恐惧心理,使他们为己所用,发挥出更大的价值。 恐惧源于未知,尤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朝代更迭,部落争斗,生死存亡的斗争中,对敌人的无知,往往导致自身的忧虑和恐慌。 成吉思汗在实施了残酷的行动后,并未选择毁尸灭迹,反而故意留下了目击者。 他的这一策略是为了让那些从战场和刀下逃脱的人,铭记濒临死亡的体验,以及将士们的英勇,从而创造了一个免费宣传的机会。 这些逃亡者在逃离后,无疑会将亲身经历的恐怖故事传播给他人,经过一番天有加促,使得更多人对成吉思汗的事迹感到畏惧。 当成吉思汗准备进攻下一个城池时,守城的敌军中便可能出现因恐惧而站立的情况。 一场心理战被成吉思汗运用的淋漓尽致,他深人心,放大了人们对未知的恐惧,为后续的战斗减少了障碍。 经过深入分析这项政策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成吉思汗的残酷本性和深谋远虑,他的某些观念令人不寒而栗。 正是这项政策,指引着蒙古铁骑在近百年的征途中,征服了欧亚大陆80%的土地,造成了至少1500万人的死亡。 同时,这也赋予了成吉思汗两个截然不同的称号,他既是被誉为一代天骄的蒙古大汗,又是被后世称为杀人狂魔的残暴领袖。